哦 现在有了 现在可以 record 了吗 对 就是这样 这样两个人都可以 record 对 已经好了 你现在谈谈这个 加拿大的这个矿产的股票 从90块钱现在掉到两分钱 这个股市呢 它是充满着机遇跟挑战 对 很多股票是掉到一栋 我今天 今天我主要是看那个比特币 那些交易的股票 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是去年 就是2020年的3月份 它最低的是两毛八 现在是33块 差不多100倍 很正常 因为一个股票也是 很多这种股票不是说一个 对吧 美国股市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对 他们这些的 其实呢这个股票很多东西就是一股风嘛 对吧 风吹到哪里去 吹得多大 吹得多远 这个你 但是总的来讲 总的来讲还是以投资为主 对对对 我仔细分析了 仔细分析了我这 你投资呢第一呢 你要 要有这个能力经验 然后呢时间要长 这个呢就快 一天就过 你看他现在这个 现在这些这个比特币这些 虚拟货币这些股票啊 你这一投资涨一年 20% 30%对不对 他这个是你搞对了那一个 他一天就是30% 50% 好几100%的 对吧 你要想快 还有更快的 那个 那个 更快的就是 就是用期权了 我说那万一更快 不用值权了 这个股票已经就很快了 对吧 你看我们给你看到这个股票 讲讲说 这个股票 这个有多快啊 我给你看一个 我看看 这个五天的变化 这五天的变化 这个股票是不知道了 这是两毛多 定仅33块的 他就是搞比特币的,还有比特币交易的 你看到哪个,你看到我这个 我看到你的屏幕了 你看到我的屏幕,我看到屏幕上面有什么图形 这是一个图形,一个绿色的图形 你看我的屏幕上的图 再给你看看 你看到整个屏幕还怎么掉 你的头像和一个绿色的图形 就是应该是整个屏幕的 应该是整个屏幕的 整个屏幕,你看这个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一个什么 这个 对啊,就是一个图形 这个叫BTBT吧 这是你讲的那个 对,原先他是做 也是做矿机的 对啊 做矿机的 这是比其他的要牛的多一个股票 对啊 这个是GPTC,你看到没有 等一下啊,我这里有需要做的工作 我这里需要把我的东西挖到哪边的地方去 OK 你看这个股票 嗯 二毛八 最低的时候 最高就是33块 现在今天掉26% 现在是18块5 但是他今天呢 18块5呢 在比较低的地方 他最高的时候呢 今天最高的是23块 他一天里面就有 最高23块的 对,今天的波动就是5块 所以啊 嗯 对 这个你还不要用option了 你用option了就不得了了 像这些东西 一下子你要搞错了就没了 对吧 就跟那个赌博 跟那个赌博一样的 但是这个股票你可以留着等到你 有那一天对吧 对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 像这种东西就不能用option了 对吧 只能买股票了 对 对 因为这种东西呢 就是一天的波动 就是这个是 做这种交易呢 你就是非常有经验的了 对吧 这不是开玩笑的了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 怎么说呢 都是大气大弱的 对啊 大气大弱 都都都都都都都 这 像比特币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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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涨的时候一天涨个百分之三四十 跌的时候一天跌个百分之一二十 都很正常的 但是这两天大盘不好啊 你知道吗 对 大盘不好 总之来讲还是 我我估计到 我估计到不好大盘有可能进入调整 进入调整 现在这个大盘呢 本来是像比特币吧 它今天是大的调整 对吧 这大盘呢 也可能也是需要调整的时候 这个大盘全球的股市都在 都在什么 都在这个这个 顶峰 都这两天 你们看都出绿的 都往下跌了 你是在中国是叫绿的 是往下跌 我们这是叫红的 红的就往下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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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呢 应该要调整了吧 这个调整 哎呀 现在往上拉的动力不大 不大了 但是呢有人昨天有一个基金经理啊 他也是一万富翁了 他管了 三千个亿可能是 他说这个比特币 今年这个2021年可能翻五倍 这个Tesla他说还会三倍 这个就是瞎猜的了 对吧 谁也没有 就是谁也没有一个 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说 这个风呢 风向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 对吧 你就看那风向走就行了 对吧 这个是 关键风一来你跑不掉的 对 风一来 对对对 您想今天这种风你能跑得掉吗 那是 跑不掉的 那你要快 一跌20% 你跑不掉的 对吧 一跌20% 他开始是跌20% 现在跌10% 对啊 这个 这个 这种风你 你想跑也跑不掉 对 所以就说 还是 那个原则就是 嗯 不要不要冒险 对 你看这比特币涨了 一两倍了 一两倍的分数差不多 那么在这 在这种高处 你再起 4万块钱再起买 那风险就太大 对对 所以就是说 他这种东西吧 他一涨 我说一停下来 你就马上再跑 我就是反右方向的 不能反方向你也走 是啊 是啊 现在这个股市 也这个股市大盘也不稳 所以这个大盘 我看看啊 大盘今天也在跌 嗯 大盘 大盘今天的道向的指数 这几个指数都在跌 今天早上 大盘道向指数 掉了300点 那时大概指数 掉了百分之 300点呢 是相当于百分之一 也不多 全球那时候 开始是掉了百分之1.4 左右 对 现在又上来很多了 全球都在跌了 纳斯达克是主连跌了百分之1.6 对 1.6 现在没有了吧 现在还跌百分之1.6 哦 那刚才又下来了 所以所以现在是 现在整体策略就是 求委 不要传仓 对 再一个那就是 也是部分进创 也 再一个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你抓一把就跑 抓一把 抓一把熊师来了 你想抓一把跑 跑不掉的 你跑不掉 你跑不出去 对 那些我们经历这些都多了 那些2015年的时候 一下子又七个跌停的那些股票 你想跑哪跑得掉 跑不掉 你最好是分散投资吧 分散 然后打盘就跌停了 没有人能跑得出去的 所有的人都在里面蹲着 这个熊师一来的时候异常残苦 现在来讲所有的人都是股神了 对 又是会 会选股票 又是又是会破股票 对 全是股神了 所以 因为怎么呢 他刚好是碰到这个 牛市的时候买什么 他就涨了 他就股神了 但是呢 真正的股神呢 就是在这种牛市里面又死了 在熊市里面不死 那才叫水平呢 如果在熊市里面不死 在熊市里面还能赚钱 那是真正的水平 这个 我呢 几次熊市呢 跑得快 没亏 对吧 但是也没赚 这次呢 我是第一次就是 尝了一个 熊市赚了一把 熊市做 就是做空和吃现金 别的没别的招 对 其他的都是 风险太大了 对 那你现在跟他讲讲 你那个这两天 什么古啊 什么礼啊 古礼啊 对啊 你的有图怎么样 我这里有图 我得看一下啊 我得看一下啊 因为这个什么 中国的这个骨盒礼价格太高了 所以现在 你看你想这些 今天的今天的鲤 今天的鲤 应该是比较不错 我得给你晒一下 嗯 鲤也是属于私有金属吧 嗯 那鲤它主要是 鲤主要是用在新能源电池上 对啊 新能源电池 这个 这些 这些今天比 长得稍微好一点 嗯 长百分之几十啊 今天 看谁了 谁了 这个 太慢了 这是 这个 这个 又给你 又收费了 时间 我今天是杂谈 不是主要的 因为今天 这些 这些 这是你的 你的 你电的 你电的这些 这些股票 那么 这是你 你是这底电池的股票 全出来了 这些 这几十只股票 都是你电的 哦 这 这这这这边的股票 是 是 幼的 就是做做那个 做做做核核能的 嗯 然后 这个屏幕上是 股的 股今天呢 是处于一个调整器 你看 股红的多 看吗 股 就是红的 股红的多 它是处于一个调整器 所以所以 今天的利益走的强 嗯 利益走的强 嗯 那么你像这只股票 他今天走 百分之 就是这个fuse 我原先说过的这个 这个fuse 这个fuse 想当年 想当年 曾经到九十多块钱了 九十多块钱 现在是 六分 六分 六分钱 从九十块掉到六分 对吧 对对对 你这个刚好跟那个 比特币那些 那些股票是相反的 比特币那个股票内 很多是几分几毛 现在编辑几十块 哈哈 对 你看他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看一下他 你看一下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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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是六分吧 六分你看一下他的这个图形 对 画场 看他图形 看这个 看这个 这是维克瑞的 你看他的maxim 嗯 maxim 你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是九十 这个地方是九十 九十块 九十块零四毛三吧 对最高这个地方 对 这是二零零七年的 二零零七年的十月份 那是大宗商品价格最高的时候 二零零七年 所以那个时候他上市的 上市以后呢 就炒到九十九十块多 对吧 一上市就是 一上市一开盘就是三十四块钱 那么一直到九十九十多块钱 那么这是这是这个股票上市的情况 然后呢 就第一轮的下跌 就到了两三块钱 然后两三块钱又反弹到 反弹到这个位置是多少 这个位置是三十三十 三十九 嗯 这个从两三块钱到三十九 这是他那上一轮的 这是我看是从重时间 2008年的十月份 嗯 那么到这个位置是 2009年的十一月份 那么从两块钱涨到三十九 对 也差不多接近二十倍了 是吧 差不多二十倍 那么然后又从三十九跌到 这也是又是一个小小循环 这个循环是从十块钱涨到二十 我想应该是在二十左右 对差不多 那么从二十块钱 那么又跌下来 一直跌到 一直跌到这个 你看到吗 一直就快跌没了 你看 对 这种股票 这个六分钟 跌到三分钟 一直跌到 最低是多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形成一个 现在跌到总是值多少钱去了 现在才五百万呢 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买下来 这个 它最低跌到两分多钱 两分应当是两分五左右吧 两分钱还值五百万 那个现在值五百万 那时候二十二百万 两分的时候值一百万 两分的时候值二百多万 这个 那么上一轮呢 他是高点到过 就是最近的高点到过一毛四 哦 高点到过一毛四 现在是六分钱 六分钱 这种股票要求是没有了 要求的话 就不得了 是吧 这种股票 他是个 他主要的 主要的 就是股 股 股和锂 还有 还有铁 它都是新能源 新能源电池的这种 这种主要的成分 所以他们的价格从去年开始涨得很猛 他如果有矿 有矿的话就不得了 那他就是有矿 他就是有矿 对吧 所以现在涨到六分钱 六分钱 就像这种股票 涨到六毛钱也不奇怪的 六分钱到六毛钱十倍吧 这个不奇怪的 他只要有矿 矿矿比较大 那这个东西 因为 离太之前了 对吧 所以这个 那这个 这个要到公司 问问他那个情况 还有别失望 你真要想做的话 你就得到公司去调研 对吧 就调研一下看看他 还活不活 对 因为这些公司到两分钱 这个这个这个 到两分钱你想想 他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 但是他活下来了 对 最近这 最近长得好的 这个今天是理 实际上这个 这个公司既有理也有谷 你知道吧 这个公司 对呀 所以他他在理 你看他在理店当中 你看了吗 对 他还在谷里面 看了 嗯 他还是谷的 我这是调了 我今天是调整 这个应该说是调整 谷这个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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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交易量 交易量都很小 加拿大的股票总共市值才几百万 你拿了几十万放进去 他一下就跳了 你十几万就不能把它 进去也不能出来 进去出来 你就得想 像这些东西 加拿大这些市场的最大的缺点 就是流动性很差 对 我一般都是做流动性最大的 就是交易量大的 但是像